为什么二战转折点是斯大林格勒战役 而不是莫斯科保卫战 按理说莫斯科保卫战意义不是更重大吗 莫斯科战役不光打乱了德军节奏 让德军战悟不慎的闪电战转成了消耗战 而且这还是希特勒的滑铁炉 那个打谁都是秒杀 让人绝望的德军终于败了 这对世界反法奇斯事业鼓舞得多大 这影响力莫斯科战役凭什么不算转折点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此人创造了福尔加和尚的奇迹 让苏军就算赢下了莫斯科也没能扩大优势 止步于此 并没有出现斯大林格勒那样的大溃斑 保住了德军有生力量 可谓是力挽狂澜 有人应该猜到了 这个人就是防御大师莫德尔元帅 承接上期讲的莫斯科保卫战 时间来到1941年12月5日 德军中央阶段军群黑云压沉而来 却被寒冷的冰雪阻挡在了莫斯科家外 坦克重炮被抛弃在雪地里 后勤激进中断 大量士兵躲入村庄军营避寒 此时德军的战斗力对付游击队都成问题 又饿又冷 出去可能会被冻死 哪还有作战意志 而另一边苏军却士气高涨 斯大林认为德国后备已经耗尽 他设想1942年底战争就结束了 于是出动了9个军 先后发动了莫斯科攻势行动 勒热夫维亚基马战略行动 合称莫斯科反击战 打算一举歼灭德国中央集团军群 并向希特勒德国打出击击 起初苏军反击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苏军缤纷三路 在北部科涅夫统帅加里宁方面军 攻击德军加里宁突出部 莫斯科北部积雪是很厚的 身着雪地幅的苏军士兵 悄悄从积雪后舍的密林中穿越 不知不觉中击穿了德军防线 一星期不到就包围了加里宁德军 在中路 朱可夫统帅西方面军反攻亚和罗马 朱可夫投入四个集团军700架飞机 听着是不是没多少 但现在冰天雪地的苏德都残了 就这四个阶段军 隔到冬季前 这都等价于百万大军了 正面防守亚和罗马的德军根本顶不住 而且德军本来是进攻防 现在突然变防守防 德军只有一天时间转入防御 挖个嵌毫 还能用火先把冻土给融化了 根本来不及挖 结果可想二知 在南部 铁木兴克率领西南防御军向叶列茨进攻 此时南部雨雪交加 很多德军还躲在村里睡大觉 完全不在状态 各军团也间隔很远不成体系 很快也被击败 中南北三个方向的大溃败 让希特勒陷入困境 此时百年前的恐惧侵蚀了他的大脑 当年拿破仑跟他处境一样 法军也遭到了俄军双重包围 寒冬游击队饥饿 法军军纪越来越差 最后撤退变成了溃败 输掉了战争 现在希特勒就很慌 难道历史要重演 不行 绝对不能撤退 绝对不能演变成大溃败 希特勒下令严禁撤退 不能步了拿破仑的后尘 但你不撤退 损失会更惨重 朱可夫得手之后 立刻组织了一波更大的攻势 由南北两路进攻维亚纪马和勒热夫 企图合围整个中央阶段军群 这可是192万人的超大军事编制 是德军的核心力量 你这样是被围 二战就结束了 希特勒越想越崩溃 撤也不是 不撤也不是 他告诉约德 胜利再也无望了 陆军参谋部也是一筹莫展 正在这个大厦将亲之际 莫德尔登场了 之前讲过这位元帅 这里不多介绍了 虽然莫德尔被誉为防御大师 但依我看 他的进攻同样犀利 叫他攻防大师才对 莫德尔总会出乎意料的进攻 打乱你的节奏 始终将主动拳抓在手中 对战机的把握是独一无二的 时间来到1942年1月初 此时莫德尔被调任第九阶段军司令 奉命防守最关键的勒热夫突出部 本来在他之上有15位候选司令 但都知道勒热夫是个烂摊子 没人接 最后才轮到了莫德尔 可见任务之间距 此时诸可夫正在组织71万人的部队 猛攻中央阶段军群 苏军的目的是 合围勒热夫布良斯克斯莫伦斯克 所构成的三角地区 这里基本就是中路德军的所有力量了 而且因为南部的第二装甲集群混乱后撤 导致北部勒热夫地区 承受了苏军大部分压力 以前也讲过勒热夫使德军的脸面必须守住 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就知道很重要就行 而面对来势汹汹的苏军 莫德尔什么配置呢 手下一共6万残兵 整个集团军还能动的三号坦克就剩一辆 这兵力差之悬殊 换一般的指挥官早就准备润了 但莫德尔不一样 不到最后一刻不会轻易放弃 此时勒热夫已经被10个苏联步兵师 4个骑兵师包围 苏联加里宁防备军更是以三个集团军突入到了勒热夫的大后方 德军的防线基本被打散了 莫德尔如何破局呢 下令反攻 他手下的将士都蒙了 现在德军多大排气量啊 撤都来不及还反攻 但只有莫德尔清楚 德军不行了 苏军其实也不行了 苏德战争高强度打了这么久 谁也不是满状态 现在谁进攻谁就沾光 很多德军士兵闲置在欠豪就硬等了 甚至有人已经冻死在散兵坑了 却没有见苏军人影 这还不如去攻击苏军侧翼 在这冰天雪地里被动防御 还不如主动进攻 果然 莫德尔的反攻超出了苏联的意料 苏军被迫分散攻势到侧翼 这不仅让正面被围的一个步兵军松了一口气 也缓解了交通线的压力 让大部分被打散的德军重新建立起了联系 这一波主动前置 就让第九集团军站稳了脚 这时候斯大林估计心想 喜欢分散我兵力是吧 没事 我军队多 斯大林又调来了两个突击集团军 给勒尔夫的正面攻势强度拉高了一倍 我看你还怎么分散 莫德尔也是见招拆招 他突然转攻为首 不跟你硬碰硬 莫德尔让所有检员严重的师拆解为团 赢则直接拆为连 把他们回炉重造造成新单位 每个单位助手一个侧翼点位 然后不断的战斗巡逻 碰到苏军就打 打不过就撤回点位 这后来被称为蜗牛攻势 目的就是一点点的消耗苏军 而在正面战场则是通过支撑点防御 死守不撤 支撑点防御咱们之前也讲过 就不多讲了 这些措施给援军争取到了时间 等到南边的摩托化军增援过来 苏军只好撤了 但在莫德尔这儿 你不是想撤就撤的 莫德尔让一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牵制苏军 这样苏军就无法快速撤退 接着莫德尔让帝国师元首官兵团 在苏军身后的富尔加河畔 构筑了一个阵地 别看元首团就650号人 但那跟库鲁士差不多 都是不怕死的亡命之徒 他们躲在弹坑里 在最低零下52度的气温下 死死盯入一切金固的德军 结果就是苏联加里宁方面军的两个阶段军 给分割开来了 在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莫德尔就立刻调过去了六个师 直接把苏军两个阶段军合围了 直接逆转攻势 苏联急忙下令 外侧一个阶段军前去解救 但失败了 又从其他方向筹调兵力去解救 这一下子不仅失败了 而且牵一发动全身 导致苏军33阶段军遭到合围 乌拉尔和两翼的苏军被拦腰截断 就像多米诺骨盘一样 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 截止到2月初 苏军的莫斯科反击战就宣布失败了 事后莫德尔也是一战成名 希特勒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给莫德尔授予了银项书业寻章 并亲口说出 你是我的消防员 二战时期被称为消防员的德军援上有很多 莫德尔是唯一一个被希特勒亲自承认的 党卫军总指挥更是把这一战称为福尔加和奇迹 讲道理就算没有莫德尔 中央阶段军群不至于千里大亏败吧 但向西大撤退是避免不了的 而这对德军士气的打击是不堪设想的 也正是莫德尔稳住了中央阶段军群的阵脚 一举挽回了莫斯科保卫战以来的颓势 才给之后的勒热夫绞肉机以及蓝色行动铺平了道路 否则二战可能真如斯大林所料 到1942年底就结束了 这里是前下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